第四天在巴黎,巴黎下雨了 巴黎也是地中海气候,所以巴黎的冬天 特别容易下雨 给大家看看巴黎的窗外 哇,那个是凯旋门 这是巴黎的周一 记得巴黎就开始堵车了 看凯旋门这车堵,大家都在上班 虽然周一大街上比较盲目,但是我们来旅游的来看秀就比较轻松 我们当天晚上是chanel的晚宴 chanel的晚宴就让所有高级定制的客人欢聚一堂 大家互相认识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network 那晚宴过后第二天我们就要去看秀 大家知道我之前做编辑的时候就经常看成衣秀 但是高级定制秀我是没有看过的 因为高级定制秀跟我之前做的就有所区别 高级定制都是属于全球顶级人的一个定制晚宴 因为大家知道高级定制是不分季节的 比如说成衣我们都是分它是哪年哪年春夏哪年哪年秋冬 但是其实高级定制它是不分季节不分时间 它永远不过时永远是最经典的 就拿chanel为例 那这次呢大家可以看到秀场是一个大扣子缓缓下来 那这一次呢它的主题是扭扣 其实它的灵感来源呢是来源于芭蕾舞 为什么以扭扣为主题呢 因为这是chanel女士在做服装的时候 第一个设计出来的扭扣 但是扭扣呢用到它所有的高级定制衣服的设计上 但是它服装的扩型呢和服装的一些细节呢 又来源于芭蕾舞 大家在秀场我们的视频里就可以看到 模特呢身穿很多芭蕾舞的紧身衣 很多衣服上呢又加了很多欧根纱 这些欧根纱呢让衣服看起来更轻盈 就好像芭蕾舞的舞者在翩翩起舞 那个整个秀看下来呢 我觉得跟成衣秀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面料 它的面料非常的重工 在看完第一场秀结束之后呢 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巴黎很有名的朝善菜餐厅 原来是米其林一星 这间餐厅呢我也非常推荐给大家 叫玉宝轩也在乡街上 如果大家想吃呢一定要提前定位 只要在谷歌上搜索玉宝轩就可以了 第二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来想念 想念要在巴黎的故居 因为想念要在巴黎的故居呢 位于康蓬街 在康蓬街这个故居呢 现在已经变为高级定制的定制工作室 所有的客人呢 会依照自己的顺序来到一个高级定制的工作室 来选择昨天看秀师所有的衣服 其实我之前说过了高级定制是不分季节的 它永远是做最流行的 所以呢你也可以选择这一次发布会的衣服 你还可以选择之前的衣服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穿的之前时尚大地 Colorfield老佛爷设议的衣服呢 就是因为只要您是高级定制的客人 都可以做任何一季想念要高级定制的衣服 只要他们还有面料 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那高级定制的价格 高级定制的价格呢 它最普通的一件小Nel四个兜的经典款价格呢 大概是5万欧元起 那比如说我们在视频里或者在我们的照片里 看到的一些连衣群呢 只要带手工刺绣呢 基本上就是12万欧元到15万欧元不一定 那高级定制的流程是这样的 您先要去这个小Nel康鹏街 这个高级定制的工作室去量产 它会照您的身材呢去做一个一模一样的人台 然后还会给您拍照 比如说有人比较含胸 有人比较驼背 他会按着你的体型去做一个最适合你的衣服 从量体到最后出来呢 这个衣服大概要4到6个月的时间 其中要试4到5次 这试4到5次呢 您可以飞到纽约去试 也可以在洛杉矶等他们过来试 也可以飞到巴黎去试 如果我们的客户想做高级定制的服装呢 我有他们小Nel高级定制工作室工作人员的联络方式 大家都可以管我要 我也可以分享给大家 但是如果做的话 我特别推荐大家做小Nel高级定制4个兜的经典款 因为这个4个兜呢 是在诚意中完全不会有的 我们既然有美食群 那在巴黎无非就是吃吃吃 那定完高级定制呢 我们又来吃巴黎现在最有名的驻地海鲜市场拉面 这个拉面呢 每次都要排队2个小时 好吃不好吃呢 大家看一看 我个人觉得这个面太油了 不是很好吃 但是如果喜欢的话 大家可以在法国来尝尝 坐在我吃的国湖乌冬面旁边 那大家知道我是个吃货 吃完这个呢 晚上我们又订了那个Ibicon 那个Ibicon呢 它是一个米其林三星 是一个传统的法国菜餐厅 这个法国菜是位于名店街 Sanoky一家酒店里面的 那既然是传统的法国菜呢 它就逃不了法国那种野味 那它都是什么呢 袍子肉 乳鸽 还有黑松露 还有我们今天吃的膀胱包鸡 金服员介绍呢 他就说 他说你们点的这些呢 都是味道比较重的 所以呢 你们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 因为它是非常非常传统的法国菜 它都是野味 所以做出来呢 可能味道有些奇怪 最让我震惊的是呢 我们吃的这个松露 这个松露呢 是一整个松露 包在一个面包里去蒸的 然后它里面的汤汁呢 是鸡汤的汤汁 我第一次吃一整颗松露 吃完以后呢 我就觉得我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另外一朋友点的陶子肉 我也没有吃 谢谢 谢谢 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很大的这个猪膀光呢 里面就包着一整只小的童子鸡 嗯 大家 就是我的朋友啊 经常会问我 这个猪膀胱包鸡到底有没有奇怪的味道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它没有奇怪的味道 而且呢 全法国呢 只有 就是说巴黎吧 我知道的只有两家米其林三星可以做 一个呢 是我上次给大家介绍黑森林里面的一家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吃的这家 那这个猪膀胱包鸡 它会分两次上一次呢 是尝这个鸡胸肉 另外一次呢 是尝鸡腿肉 那全部吃完以后呢 甜点是逃不过的 嗯 我们真的不想吃了 但是 金宇说没关系 他送我们这些甜点 真的吃了一个肚歪回到了酒店 那也结束了这次我法国的行程 这次法国的行程呢 除了吃吃吃就是买买买 那也希望对大家去法国玩有帮助 因为我介绍的这一些呢 很多都不是游客去的 都是当地的法国人非常喜欢的地方 如果你喜欢呢 你想问哪里呢 都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我都可以告诉你 好 好 好